哈囉 歡迎回到不想工作 只要首座 我是Zoe 大家知道我現在在哪裡嗎 好像很明顯 我現在就在省紀新村 那我之前呢 有在Instagram上面問大家 有沒有推薦中部或者是南部的文具店 非常感謝大家熱烈的回應 有些店呢 是我原本就很想要去的 有些店是大家介紹之後 我才發現了好店 大家真的是太厲害了 專業的文具迷 那這支影片呢 我來介紹台中的幾間文具店 那剛剛在認真逛之前呢 我才剛到省紀新村 第一間店 我就立刻買了這個 我非常期待 這是旅程結束之後 我會買多多東西 大家盡情期待 我們開始吧 好 那我們今天第一間店呢 這是能義文具店 台中店 那它在華山的義文中心 也有分店 這間呢 是在2019年6月開幕 大家有看到這個 超級無敵大的 無足墨水嗎 根本就是小時候的回憶 那我能義文具店呢 專門是代理無足的產品 那無足的產品 就有很多的水彩啊 還有毛筆 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登登 這一區呢 能義文具店 代理了很多無足的毛筆 那我剛剛看到兩隻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登登 它是金色的跟銀色的 然後可以用在賀年卡上面 可以寫一些很美的手寫字 我覺得這很好用耶 而且除了這兩隻 金色銀色之外 各種大小粗細啊 都有 那這邊呢 也有試寫的地方 登登 有很多可以試寫的 不用怕買到不喜歡的 那我們來看這一圈 是不是很厲害 剛剛那區都是毛筆 這區也都是毛筆 那它差別呢 就是在於這邊呢 都是一次性的 沒有補充的墨 然後 我剛剛看到這個我想說 欸 這是眼線筆嗎 很像對不對 然後上面還有寫 它說 這個不是化妝品 它是毛筆 我們來試寫看看吧 就是這個 它連包裝都好像眼線喔 我覺得它應該就是想要強調它是 超級細緻的這件事情 那我來試試看這一隻 我覺得這一隻感覺蠻酷的 那它的筆頭是長這樣子的 好 來試寫囉 哇 這個咖啡色好漂亮喔 這個 做音 好 好 那 這兩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兩隻 非常的厲害 它呢 它的筆頭是長得像這樣 欸 不好意思 突出 難怪我想說它應該是用拔的 對對對 它是這樣子的 讓它畫起來呢 會有一點 金屬光澤 大家看看這個光澤是不是非常漂亮 那這隻呢 叫做亮彩唇膏型彩繪筆 大家真的可以去試試看它的顏色真的是太美了 這區呢 就是水彩和紫膠袋的區域 那這個呢 我很喜歡 如果大家 如果是元老級的觀眾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第一部影片呢 就是去日本的某一間文具店 JUG唐買的這個水彩 非常好用 顏色很漂亮 那這些呢 是水筆 這水筆對於就是 柴硬來說也非常的好用 像是我的鋪墨技巧呢 就是透過這支水筆所做成的 那也可以把硬台的墨沾在墊子上面 再用這支水筆去沾 就可以當作是水彩筆了 那這個小小的房間 我們進去看一下 好可愛的小空間喔 這裡呢就是放了很多台灣啊 各國獨立創作者的作品的小空間 那這個呢 就是每一間文具店都一定要有的 愛智文具房的甜蜜生活的紫膠袋 還有它很漂亮的這些Sample 那這個呢我想要特別講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印章的時候 我覺得太可愛了 裸男印章 立刻買一個送給我朋友 喜歡 好那這邊呢只要消費就可以蓋印章 就是這兩個章啦 這個是自動章 只要壓下去它裡面就有墨水了 我覺得這個好可愛喔 那身為專業的文具迷 出門怎麼可以不帶手杖呢 登登 這是前陣子入手的 小本護照本 我們來試蓋看看吧 這樣欸好蠻大的 哇好大喔 我以為是這個大小 因為好像這麼大 很可愛喔 我們的藝文具 OK 完美 好那我現在在審計新春的 第二間文具店 它叫做Kirkland 他們呢是在2011年的彰化創立的 那最近呢搬到了台中的審計新春 裡面的商品呢 主要是賣老闆娘的手繪明信片 不只如此 他們裡面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服務 我非常的喜歡 我們繼續看看吧 好那這邊搬了滿滿的都是老闆娘 片仙的作品 看這麼多的明信片 那老闆娘剛剛跟我介紹到 從這裡呢 開始是她創業的時候 所畫的作品 都是跟夢想啊 希望有點相關的 到之後呢 她養了一隻貓 就會跟很多貓有相關的作品 到她的結婚 結婚之後呢 生了小孩 第一個小孩 到現在是兩個小孩 再加上兩隻貓 真的覺得非常有意義 除了一般的印刷呢 它還有燙金啊 燙銀的效果 也都超可愛的啦 很難抉擇耶 這邊呢 就是我剛剛所介紹到 特別服務的地方 這個叫做 時光抽屜 大家有看到上面的數字嗎 這個呢 是未來的年月份 你可以寄給 下個月的自己 或者是未來十年的自己 或者是要寄給家人啊 朋友 另外一半都沒有問題 只要在旁邊 挑選完明信片 寫完字之後呢 交給店員 他們就會幫你保留到 你要寄出的年月 我真的覺得 這別具意義耶 因為剛剛老闆跟我分享說 在在2001年開店的時候 有個媽媽帶小朋友來 然後小朋友才兩歲 寫了明信片給未來的自己 然後最近她十二歲了 收到了她十年前 寫給自己的明信片 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自己送給自己的禮物 會很感動 很驚喜 所以我今天也要來 鼓起冷氣 買一張明信片 寫給未來的自己 耶 我多多選了這個 那這個呢 是她的信封 信封也非常的可愛 而且她這個明信片呢 棒數是很高的 就是你單進明信片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不會凹 不會壞 好 我要開始寫了 耶 我寫完了 我真的是寫到天黑 那我決定呢 那我決定呢要寄給五年後 這個月的自己 喔 有點緊張耶 我要把它投進去囉 5025的十月 再見了 好 未來見 好 不知不覺就逛到了晚上了 我真的覺得來到這邊會忘記的時間 除了我剛剛介紹那兩間非常棒的文具店之外呢 旁邊還有很多小店 而且還會有市集啊等等的 真的非常值得大家來這邊 好 如果今天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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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